大家好 我是佑哥 這一場也是來到納克羅斯 我覺得納克羅斯這隻角色真的還蠻好玩的 而且說真的啦 你要爬排位的話 練打野角會比較好爬 我們今天再來看一場納克羅斯 我覺得這一場納克羅斯 應該是我 可能好幾個月來最開心的一場 怎麼說最開心 等一下就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一開始我選擇的是一個藍級 因為到了高端之後呢 這個反野真的就是 非常的 出現得非常的頻繁 最最便便的人家就來人家逛一下 逛一圈 就是害怕了一下子 所以我就選擇先把我們納克羅斯 最主要最需要的藍先拿起來再說 我們就不管他 欸我們是哪一路 就不管了 也是這樣子想啦 所以這場我才選擇了藍級 藍級之後我們一樣 就是繼續農我們野怪 農到我們的四等喔 四等的時候我們再去處理看 我們要去吃這個魔龍 就是等魔龍或者是 欸我們就跑到上路去 古龍或者是 先去Gank再去魔龍 放棄掉這個古龍喔 你就去再看一下 打完這隻紅BUFF 等級差不多會來到這個四等喔 雖然現在三等但經驗值差一點點 我們用時間去等待 應該很快就到了啦 四等喔 這邊我選擇 上路的對方的霧瑪爾壓著 其實算是有點深 那我們就往上跑 那下路感覺就是Gank不到喔 這時候對方霧瑪爾又不見了 這時候吃個古龍吧 我們來吃個古龍喔 這隻古龍 我們用我們的繩子來幫忙吃了 OKOK 保證安全啦 哇你這個克里希還想來偽刀喔 我們的避海阿 嚇嚇他啦 並沒有要真的打啦 我們能做的就是 消耗一些血量嚇嚇人家 就代表說 欸我會過來喔 你不能太囂張這樣子 意味著說 叫他不要太 就是 對我們生智做了什麼事情喔 跟一樣我們的藍霸斧又出了 先處理我們藍霸斧 再去管我們的魔龍喔 雖然這邊小地獄可以看到 對方的納克羅斯在 我們的魔龍路 他好像也是趕過去喔 這時候我們蝴蝶過去應該 不擔心不擔心 穩定發揮喔 好看到牛魔王也在附近喔 好我在那邊蹲一下蹲一下 但是 感覺沒有可以Gank 但是就感覺他們正在蹲草 你這時候開龍的話也是非常危險 不如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去多肥肥 反正魔龍有隊友會顧 好 看到對方納克羅斯 正在吃這個野怪喔 這時候看到對方有藍 我就直接追擊對方納克羅斯 對方納克羅斯血量說真的 不多 只要我做一個新手動作 他血量一定會比我還少 再者喔 蝴蝶是跟在我後面 這個輸出是絕對夠的 他嚇毒的 已經嚇毒的 到達這個異位了 那藍buff是留給我們的克里斯吃喔 我就自己吃我那一家就好了 好這邊是成功擊殺到對方的牛肉 這個牛魔王 那擊殺完之後 直接來打這隻魔龍喔 欸對方的 魯蜜亞過來 但是我們的哥德爾是直接就擋到前面喔 用肉身去擋到前面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家的buff自己也要拿起來阿 這個不拿就等於說 就是等於說你被人家反野一樣阿 因為人家沒反野可是你自己又不吃 就等於說你浪費了這個buff喔 一樣這個藍buff要先優先拿起來 對於納克羅羅斯來說 藍buff對這隻角色是最重要的 他只要有這個藍buff喔 他基本上就是全地圖跑透透的喔 這邊上路了一波gank喔 但是我絕對針對對方的納克羅斯 怎麼會針對呢 我只要先把他人頭拿起來 好不好 他們幾乎這隊的前中後期都不用玩了 後期可能其實不一定 因為 好像說納克羅斯就一直在後期喔 你只要遇到對方什麼蝴蝶喔 那個技能打一下喔 納克羅斯是瞬間殘血的喔 所以後期還是要比較看我們的 坦有沒有 就是裝備有沒有起來 最重要還是我們的ad射手 他的有沒有肥 或者是說他走位好不好 他的站位好不好 然後我們坦克戰士 有沒有保壞效果好不好喔 一樣 這邊就是拿他們藍喔 1技 你暈到 但是有打到嚇阻的效果是最重要的啦 這邊一樣 藍BUFF是被我們的克里希拿走了 OK 畢竟他是一個那個 ad嘛 ap啦 畢竟他是ap 他拿合力啦 反正我就去吃我們自己家裡就OK了 好這邊再去對方的野區逛逛 可以發現沒有這個紅BUFF喔 但是對方上路的 霧馬壓得很兇 欸這時候 我們對方納克羅斯在吃我們家野喔 因為他們家野被煩了嘛 這邊是完全沒有去理對方納克羅斯 怎麼說 因為藍BUFF還沒重生啊 他那個時候藍BUFF並沒有重生 給他吃一隻野怪也還好啊 只要BUFF喔 我們只要控制他的BUFF 基本上他這一局 是非常缺藍的 他每用一個技能都要 小小猩猩小小意義的 你看這個藍最終還是沒有被他搶走喔 因為這個藍喔 這個時間你要自己去控制 看下面不是有BUFF的狀態嗎 時間快到了時候 欸算一下時間 那像對方的藍BUFF是被我們蝴蝶拿走 那對方快出生的時候 我們蝴蝶應該要去看一下才對 吃牛肉喔 你看到說我們其實 剝肥也感覺蠻肥的喔 我們緊加上蝴蝶直接就 蒸發掉對方的牛魔王喔 我們血量太少了 我現在只剩下兩格血 兩格血絕對不可能衝塔啦 這個塔打我一下 這個 一格半我可能就飛走了喔 但是我現在吸血的能力我覺得非常有 你看到才打一隻野怪的血量馬上就 再多了一格 好再去對方野區看一下 欸 馬上就發現了對方的納格羅斯 他應該會去打 果然去打了 這時候蝴蝶跟在我後面完全不害怕 而且我有這個寒冰制裁 他感覺會過來喔 果然過來再回頭 我剛才知道他在過來嘛 你就先閃一下 他一進了是沒有打動的 當然是直接回頭 再去用一進了去暈住他 然後捏著他打就對了 然後我們這邊蝴蝶是直接就擊殺掉對方的窩瑪爾 你可以知道說 他們野區基本上已經被我們控制住了 紅BUFF藍BUFF都是被我們控制住了 完全就是被我們控制住 那這邊就是繼續看下去喔 下路感覺又是一個 要月塔感覺又不太能殺 但是 不去 我們隊友又在他們塔前面僵持不下 好這邊一進 欸沒打到 但是我剛剛的 剛剛普攻是有打到一個暴擊八百零食喔 好從 我們地圖看到對方納格羅斯又復活在那邊吃野怪阿 再把你喝酒 雖然這個野怪是他吃掉的沒有錯 但是我們就把他逼退就好 逼回他家阿 他現在是連兵線你想吃都吃不到 那個野怪阿 你出來吃一下野怪 你都覺得欸 非常害怕會撞到我 好樣 哇這個牛肉 牛肉阿 一個人就可以單殺掉對方的牛魔 就基本上他們下路也是壓著對方打的 然後上路有沒有 看 對方納格羅斯果然在上路吃兵線了 這個沃瑪我應該是可以單挑喔 這邊直接就被他暈住 叫叫叫 好這邊恢復 喔這邊被塔 對方塔打一下 真的OK喔 我的血量 剩下 大概差那一刀 一刀喔 真的差一刀 哇剛剛那個非常真險喔 上路感覺可以抓 對方納格羅斯應該會過來 好這邊 算一下 欸看到看到 但是我的預測走位 太前面一點點 應該往後拖一點 這邊有殺到還是可以的喔 有被我們的莫托斯去環到 不然剛剛是抓不到的 一樣 我們哥德爾暈住 對方在一技能往後排打喔 但是我現在看著塔 我先想辦法直接就出來了 好現在我們就是一個優先打塔 優先打塔 帶就一技能去兇對方的錢 你看這個非常肥喔 我們的景都開始肥起來了 都開始溜起來了喔 這一場應該是我好幾個月以來 打的最 最順風的一場 應該是打的最順風的一場 一個804喔 對方納格羅斯基本上是已經被 壓到底了 因為我們已經控制到他們野區的BUFF 所以你想要打贏對方的打野 就是跟著你們家的蝴蝶去控制到對方的BUFF 這個勝率就會大增啦 但是你這個優先前期優先有拿到 但是你中期就開始自己農自己的 那沒有積極去做一個B彈動作 那等到對方肥起來 那這個後期就 就這個打野我真的就是沒辦法 長到後期我就最討厭看到這個蝴蝶喔 他一技啊二技或大招打到一下 我就直接就 直接就殘了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是不出整個模仿裝啊 這個打下去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喔 這邊應該是可以一波就直接結束喔 我這個主堡應該是OK喔 我就直接敲主堡 那也是成功就贏得這場的比賽 這場MVP應該就是我囉 MVP就是我納克羅斯 好也是拿到了超神啊 有807的戰機 KDA是一個12.4的喔 裝備呢還沒出奇 OK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輸出喔 輸出其實也是有這個 28.1% 也是應該全場最高了吧 那承受傷害也有22.3 而且沒死過半次 而這場比賽就帶來給大家到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點個喜歡 我是優格 我們下次見喔